今天為各位帶來義大利的披薩 知心的耶 很多巴斯的起司 夠不夠癮?當然夠癮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披薩的餅皮 餅皮的部分就是前面這些材料 這是高筋麵粉 這是水 這是糖、鹽、酵母 很簡單吧 你都可以買得到 這是煙燻雞肉 甜蜜米 還有呢 這個是起司絲 我們吃披薩會拉絲嗎? 起司絲 還有呢 洋蔥絲 青椒 那這個是我們夾在知心的那個起司條 好 這個是我從市面上買回來的披薩醬 我們這披薩風味好 就是放一個壽司 那我們首先呢 把麵粉倒在桌子上 我們今天還是用手揉啦 好 那我們再用麵粉把它煮一個粉牆 煮一個粉牆 那我們這個呢 酵母呢 我們就把它撒在麵糰上 好 那糖跟鹽呢 我們就把它倒在水裡面 讓它融化一下 好 那我們稍微讓它融化一下 可以啦 那我們的水慢慢加進來 好 那加進來的時候 你的水呢 不要全部一直倒 全部一下子呢 把它倒光光的話 可能呢水會跑掉 像洩洪一樣 我們讓它慢慢吃進來 讓它們把水吃進來了以後再倒 這樣會比較安全啦 好 我們已經把水全部加進來了 也吃進去了 好 然後我們用按壓的方式 你看我這樣子的方式呢水都不會卸出去 好 那我現在呢那個麵糰已經揉好了 就把它這樣子揉到光亮 揉到桌子很乾淨 然後呢不黏手 就這樣子 那揉好了以後呢我們把它稍微滾圓一下 這樣 好 那我就把它拿去發酵 發酵到多大呢 欸 長一倍大 長一倍大以後我們就拿出來分割 然後呢夾餡囉 好各位朋友 大概經過呢一個半小時左右 那你看喔 我們剛剛那個麵糰啊 哦 長這麼大了 那 是不是長一倍大 這樣子齁 那我們再把它試試看 你看 我壓下去 呦 很有彈性喔 好 那我們呢開始來分割 撒一點手粉 這個手粉是高筋麵粉 那我們把它弄緊 哇 我現在都可以聞到花香香喔 好 好 翻過來 然後呢 我今天應該可以做四個啦 四個披薩 嗯 好 對切對切 讓它差不多大 好 那切好了以後呢 我們把不均勻的氣體 因為在切的時候呢 一定會產生不均勻的氣體啦 那我們重新再稍微滾圓一下 我們重新再滾圓一下 好 大概做四個 那因為我剛剛滾圓過了以後呢 它比較緊 你看非常有彈性 我壓下去它馬上彈回來 這個時候呢 我硬要把它擀開的話 可能會把面筋拉斷 我們稍微把它蓋起來一下 好 好 我們稍微把它蓋起來一下 那等一下呢 讓它我們壓下去 然後呢 不會馬上彈回來 這種情形呢 我們再來把它擀開 然後再來做整形 等一下回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披薩的餅皮 披薩皮呢 已經差不多了 把它掀開來 好 比剛剛蓬很多 然後呢 你看 喔 不像剛剛是很有彈性的 你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很容易可以擀開來了 那我先把它移到旁邊來 好 稍微撒一下手粉 然後把它拍一拍 把它擀開 然後把它放在烤盤裡面 然後呢 我們開始來包囉 那我今天要做我知心的 所以呢 你看我準備這個起司條 夠飲吧 那所以呢 我們先把 你看我這邊已經有包好一個了 我就是把這個呢 起司條先包到旁邊 這樣包齁 好 帶各位怎麼做齁 把它拉起來 好 拉起來 稍微拉一下 好這邊比較短 那我截短一點的 好 好豐富喔 好過癮 那我們首先呢 首先呢 先撒 先抹這個 披薩醬 披薩醬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撒一點披薩那個 起司絲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放我們想要的材料囉 要雞肉啦 那個沙拉米啦 那個沙拉米啦 都可以 好 那我們來 放一點 甜玉米 好 然後接下來再配色一下 好 好 好 那最後呢我們再撒上一些披薩起司 好我們把它撒上來 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喔 我們在上面刷一點點油 好 那這樣子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送到烤箱裡面去 那 你在家裡面呢 你的烤箱可以用220度 那大概呢 15分鐘左右 我們回來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的披薩已經好了 有沒有看到 好亮喔 好香喔 哇 拉絲 哇 好豐富喔 有請 有請你看 你看拉絲 這個知心的地方 夠贏吧 各位朋友 希望您在家來試試看